林志堅论文案遭台大判定抄袭 没想到受害者 余正煌才答应和解 监委高永诚却说要查法院 四年前判余正煌无罪的泄密就案 蔡英文要肃清政敌 他最后一年的任期 有仇要报仇 他没有仇的 他怕你报复反咬的 他全部现在要把你打成重残 像是这个余正煌调查员 被老师出卖了 然后老师还跟这个 外面这个勾结起来的 这个简直就是 西门庆勾结着潘金莲 去杀武大郎的戏码 余正煌这么可怜 高永诚过去是司改会成员 遭蔡英文提拔当监委后 争议不断 驱棍球案两度弹劾 不够挺律的检察官 2016年号顶案 蔡英文好友前中研院长 汪启慧卷入涉滩宜云 夸张的是一审禁判无罪 检方也立刻配合不上诉 高永诚甚至修法 让汪启慧连申界处分都取消 有人发现原来号顶公司的 第五大股东就是蔡英文的哥哥 蔡英阳 难道只要跟蔡总统扯上边 命运完全不一样 当时翁启慧把他专利 是给了中研院 这个专利权是属于中研院的 你怎么可以再去拿了 人家的三千张的股票 他把三千张的股票 很大的股票 转移给他的女儿的赠与税 这两个都不差 这个人能够护航 他们家有股份的公司 还能够把他的爱将 翁启慧保平安 没有事 明明应该被法办的 最后连这个弹劾申界 什么都不用了 翁启慧他就是因为 跟蔡英文家族的关系 所以说可以逃掉 应该要有的制裁 蔡英文把手伸入司法 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有总统家族投资 贪污案不了了之 小英爱将抄袭林志杰没事 护航抄袭的陈明通也没事 偏偏是被抄袭的受害者 被查被追杀 难道是非公道只看你是不是小英邦 记者黄义俊王志恒台北采访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式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 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请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